沒有啦 我早就不戳弄了 弄別人啦 哈哈 我早就不戳弄了 我早就不戳了 iStyle的所有讀者朋友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黑人陳建州 我就有兩個階段 一個就是 早上起床的時候 飛飛翔翔會 比我還早起的時候 會鑽到我的被窩裡 然後說 爸爸 我今天要吃草莓吐司 或者我要吃雞塊 我要吃肉鬆 那個時候 我覺得是我一天最開心的 開始 那麼 另外一個時間就是 接他們下課以後 然後自己 跟他們在家裡面啊 陪伴啊玩耍啊 即便是我們三個人 躺在沙發上 他們看卡通 然後 我抱著他們 這個我就覺得 是很享受的時刻 會 我覺得 這個就還是 家庭教育 還有身教是相當關鍵的 我自己盡量做到啦 父親離開的比較早 所以現在花很多時間 在陪伴他們 我覺得可能有一些 彌補心態 就是把自己沒得到的父親愛 然後也想要加倍的給菲菲想想嘛 分享這件事情 從玩具開始 就常常他們會帶著自己的玩具 去學校 或者是有親子遊樂設施 那很多孩子 可能能力 家裡環境也不允許他們買玩具之後 我就說 小朋友要懂得分享 然後分享的時候 你有帶三台火車 一台至少借人家玩一下 那他們都願意 而且這種不能強迫的 我覺得 很開心就看到他們也願意 分享或 把自己多餘的玩具也 分享給其他小朋友 沒有啦 我早就不捉弄了 你弄別人了 不要啦 不要啦 現在什麼時候你還在捉弄 雪上加霜是不是 喔不是 那我的方向是 我覺得 還是分享喜悅吧 然後更多還是 藉由這樣的一個影像 那也可以給很多新手爸媽 或是現在 有的一些關注教育的 一些父母 至少是 也是一個不錯的 信心的提升嘛 我們也在努力 那同志也 用影片幫他們加油打氣這樣 有 但不同顏色吧 就是 我們還是 不是黑色就是白色 不算收藏家啦 但是 在能力範圍會 購入 這樣小心 不然人家說 欸 怎樣 炫富 我沒有 我靠自己打拼 我從小就是這樣 你要定一個標準 準時 就是遲到 就是代表你要找到 你不能 壓哨 壓哨球 就是 你時間剛好那一秒 你才到 不行 我自己以身作則了 從球員時代就是 習慣提早到球場 最後離開 那也希望 未來吧 菲菲獎也可以這樣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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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